大家好,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MBTI性格分析法 目前MBTI主要应用的领域就是交友和相亲 以及生涯规划或者说找工作 我的上一家公司在我面试时和入职之后都让我做过MBTI 是他们领导用来判断你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或者说应该如何对待你的一个工具 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参考这个因素 在韩国MBTI更是非常火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他们的手机相亲软件都参考这个 所以说据说有至少一半的韩国年轻人都做过MBTI B站上也有不少关于MBTI的迷你韩剧 虽然有很多人信奉这一套理论 有非常多的梗图 但是也有人质疑这种方式和五行和星座一样 是完全的玄学或者说伪科学 MBTI是由两个美国人在容格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虽然他们两个都不是搞心理学的 这套体系用四个维度去分析人的性格 首先我们最好理解的就是人的外向和内向 外向的人喜欢与人打交道 而内向的人不太喜欢 第二个维度比较抽象 是你如何获得信息 是通过感觉还是直觉 比如说你认为读万卷书和行万里度哪一个更重要 在科学研究中 搞实验的和搞理论的差别也非常大 再比如说你会不会整天思考 人死后是什么样的世界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宇宙有尽头吗 还是说你会觉得整天想那些虚的有什么用 第三个维度是thinking和feeling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经有了很多讨论 比如说经典的直男笑话 就是说女朋友向你抱怨什么什么事的时候 她是希望你去安慰她 而并不是一本正经的考虑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也就是更偏向于thinking的人可能会难以共情他人的感受 或者说比较冷酷 第四个维度是判断和知觉 也就是说你更喜欢制作日程表 哪天干什么事 按部就班的做事 还是说更喜欢随心所欲 突发奇想就直接去做 总的来说这四个维度我们都可以理解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应该同意 这确实是反映了很多人处理同一件事物的不同倾向 也就是说到目前这一步还是比较科学的 那么MBTI的测试方法就是直接去问你问题 比如说你经常交新朋友 那么很显然如果你选择同意的话 他就会断定你是比较外向的 你选择反对的话 那就是比较内向 你一直执迷于死后会发生什么这种问题 这是判断你更倾向于感觉 还是倾向于直觉的 那么看到别人哭的时候 很有可能让你自己也想哭 这就是你feeling共情能力 第四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喜欢列日程表 那么这一条就是看你更倾向于判断还是知觉 当然每一个维度他都会问你很多问题 让你进行判断 这样的问题越多 最后的结果也就越精确 有人总结的很好 就是MBTI 就是问你请问你是更内向还是更外向 答内向 那么结论就是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说的非常好 心理学测试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帮助你对你自己进行一个判断 实际上你不用真正去做这些测试题 光看这四个维度 你自己心里也大概有一个数 测试只是把你对自己的认知给显现出来而已 那么根据这四个维度就可以把人分为2的四四方16种性格 根据这种性格来给你贴一个标签 比如说根据我们对科学家的印象 会认为科学家是偏内向运用大脑思维理性的 也就是INT 那么在这基础上 如果你更是做事有规划 按部就班的话 你可能更像一个理论学家 搞数学相关的东西 那么反过来如果是P的话 也就是说更喜欢不确定性 那么可能会表现出来像一个发明家 有一些比较新奇的点子 再比如如果你要经商当企业家的话 那么你肯定是应该比较外向 其次你需要是一个实验者 而且你做决策应该比较理性 不能被感情所左右 最后你需要比较有创造力 也就是ESTP 但是正如很多人抱怨老板整天想一出事一出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管理员工的管理者的话 你需要更借 也就是说做事要更有条理 制定好的规划不要乱改 其他的这些类别也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这种分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问题也就出现了 首先就是这种标签化有些太过绝对了 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发现 每一个性格它下面全都是说的好话 你点进每一个详细说明也是 全都是夸你的 没有一点说缺点会怎么样 那么这也有一些拍马屁的嫌疑了 我个人认为这种评价体系的基础是有合体性的 但是当我们对它的期望值越大 或者在其之上 天砖加瓦过多的话 就会越来越偏离它的本意 关于MBTI测试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信度和效度不足 说人话就是测试结果会变 那么它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就是你个人的性格就是会变的 或者说在不同场景下 表现出来的会不同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高中阶段往往是我们最有规划的一段时间 首先你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考高分 几乎不用考虑任何其他事情 其次呢 整个高中生活也都是非常有规律 有节奏的进行着 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 尤其如果你是好学生的话 都会偏向于把所有事情都规整好 放进一个日程表里 但是当我们出了高中 进入大学之后 就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 社会活动也变得复杂起来 今天有一个社团 明天又出去玩怎么怎么样 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放弃 过于严谨的规划 再比如本来外向 但是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比如说出国留学 连语言都不同 那变得内向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第二点则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小时内 做好几种不同的MBTI测试 你的结果也会发生很多变化 那么这显然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很多人就据此来断定 MBTI是玄学是不科学的 那么这种逻辑是比较错误的 其实是因为你本人就介于两者之间 那么不同的测试版本 肯定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性 所以说一不小心 你就从48%波到52%了 那你的结果就整个变了 那么这也是MBTI本身的缺点之一 也就是说它标签化的概括 天然的就有一种二极管倾向 你要么是内向 要么是外向 但是实际上性格 它是一种类似于正态分布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人 都是在中间的 越往两侧的极端部分 人数就会越少 就比如你测出来一个51%的感受型 那它就直接给你断定为F 这就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六成内向四成外向的人和六成外向四成内向的人之间是比较相似的 而极端内向和极端外向者和他们之间都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MBTI却暗示你轻微内向和极端内向是更相似的 而轻微外向和极端外向是更相似的 那么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 关于这一点其实和政治倾向是非常相似的 也是我反复强调的 也就是说用标签化的方式来作为初学阶段的理解是非常好的 但是把所有人简单的分成左和右两种人则是非常错误的 就比如中左派和中右派之间的差别 很多时候是要小于中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差别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按照上下左右分成100多个格子 来增强这种划分的科学性 放到MBTI也是一样的 当然四个维度的话我们画那么多格子就很困难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中间派单独用一个字母吧 比如说35%到65%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MiddleM 比如说这种性格与其说是INTP 不如说是MNTM更为精确一点 那么第二点则是巴纳姆效应 也就是说很多人看到某个性格的描述之后 就会说哎呀好准啊天哪这简直就是我 就是因为这种描述很多时候就是在放屁 就比如说他说守卫者人格 虽然非常照顾他人的感情 但是什么时候会变得非常强悍 虽然安静内向但是也可以社交 虽然安全和稳定但是也可以改变 正反话全都让你说完了 那当然谁都准了 包括很多算命和星座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一个判断类似测试 是否有效的小技巧就是 只要他的描述里面出现了很多 虽然但是或者有时怎么样有时怎么样 那你就知道他是在放屁 那么第三点是让相当多人反感MBTI的原因 就是小鬼实在是太多了 什么性格容易出绿茶 MBTI与性取向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F人更喜欢听中文歌 T人更喜欢听英文歌 实在是太逆天了 就像朴巴整天问王佐是更喜欢玩原神 还是明日方舟 我都不知道逻辑到底在哪 所以说最后回答MBTI是否是伪科学之前 我们还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科学 关于科学的定义有非常多 但是大体上来说就是用成体系的系统 来解释某种现象 并且这种解释一定要是具体的和可以证伪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能好赖话都让你说完了 同时正如MBTI它本身最大的错误之一 就是用二极管化的方式来区分内向和外向 我们看待科学也不能用二极管的方式来看待 科学是有程度之分的 比如说逻辑推理就显然比归纳法更有科学性 什么是逻辑推理呢 就是因为二大于一 三又大于二 所以三大于一 我们都知道这种推理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那么什么叫归纳法呢 就是我说13579 问你下一个数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11对吧 但是它保准是11吗 它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 只是说我们觉得它是 比如说下一个数除了是9 也可能是114514 那么同样相似的 就是代数几何 它的确定性就更强 而通过统计学和概率论给出的答案 它就没那么有确定性 所以说也可以说科学性稍微弱一些 我们看待各种学科的话也是一样 最严谨最具有确定性的那肯定是数学 正是因为数学太过科学了 以至于它完全可以脱离现实 单独构造一套体系 比如说非欧几何 或者四维空间之类的数学 所以说有很多人认为数学不属于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最科学的就是物理了 而到了生物学 我们就已经有很多搞不清楚的东西了 比如说界门钢木 类科数种 这种划分它界限到底划在哪儿 比如说枣 枣类是动物还是植物之类的 社会学上最科学的是历史 起码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知道确定答案 而像政治学 我们永远无法百分之百的断定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心理学则更是如此 最后到经济学 我们都有很著名的笑话 就是说根本无法区分经济学和骗子 或者说经济学家永远无法预测未来之类的 就是因为你研究的东西越复杂 越具有不确定性 那也就很难给出特别具体的说法 但是把科学性当作鄙视链 来鄙视下游 就是非常错误的 就比如说我们理论上来说 根本不需要化学 我们只需要把物理学搞明白 了解了每一个分子原子 它的所有性质 那么我们就能计算出所有化学反应 同样细胞是由分子组成的 那么我们搞懂了化学 也就能搞懂生物细胞的运作 而我们搞懂了人体内的化学物质 神经地质 是怎么操控人的行为 那么我们就可以搞懂所有的社会科学 历史政治心理学什么的都可以算出来 但是这一切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对于复杂的东西 你就是需要另外用一套体系去研究 那么MBTI理论就属于在心理学中 也属于科学性比较弱的那一部分 所以总结下来MBTI的正确用法 就是你通过百分比的结果 来对人有一个大致的预期 比如说你的朋友是真的不关心你 还是只是说他的共情能力比较弱 再比如对个人的职业规划有一定作用 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那你肯定不适合去当销售 对吧这个傻子都知道 那么错误用法呢 就是试图用四个字母来解释世间万物 或者说因为他是ESFP 所以说他会怎么怎么做之类的 或者说更有那种情况 当发生某些悲剧 所有人都比较伤心的时候 你非得跳出来说 你们这感性是不对的之类的来恶心人 然后最后说因为我是什么ENTP啊 什么做出这些事情就很正常 那么对于这种人 我会说你这个测试测的不太准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你的性格应该是NMSL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